这是大家眼中的54岁阿嬷 这是我眼中的54岁阿嬷 大家好,我是沙丁鱼 这次要介绍的人物是甘野纯子 偶像历称为四号 身为法兰秀秀里年纪第二大的他 虽然个性沉默寡言 却也会在关键时刻成为法兰秀秀的资助 但引着大家往前迈进 生前未完掉的心愿 究竟这次能不能开花结果呢? 注意!影片内容包含第12季的剧情 如果害怕被爆雷 不妨在离开之前点个喜欢支持一下哦 前世生活于昭和时代的甘野纯子 起初与僵尸的身份复活时 与水野爱等人一同感到不知所措 面对突如其爱的重生 物识人非的悲伤显得更加深刻 而当伙伴们已经朝着偶像之路迈进 纯子依然对于自身的存在感到彷徨 自己真的还能称为偶像吗? 但雨后总会天晴 看着不擅长表演的同伴们 仍然坚持在台上努力 身为大贤辈的自己 又有什么理由自甘堕落 用自己的经验带着大家一同向前 这不才是偶像该做的事情吗? 虽然从此偶像的身份 但时代的隔阂依然像是一道墙 包围着自己 因无法接受随爱对于偶像和粉丝 互相扶持成长的现代观点 与成员爆发冲突 却又同时认为 自己过时的价值观会影响团队而自我放弃 这样的温柔 也让我们得知它的过往后 显得更加令人联系 在那个强调自身能力完美的昭和时代 要成为一名偶像并不容易 从歌声、乐器、个性、甚至是修门 必须样样精通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艺人 这样努力的纯子 也在当时掀起了一阵偶像热潮 可就在事业刚上轨道时 一场空难带走了这位传奇的超和偶像 这也是为何成为僵尸的纯子 身上会有这么大量的缝合线 因此重生于现代的他 与粉丝互相扶持成长 甚至拍照留影 从根本上与自己的原则背道而驰 这也才导致冲突的发生 然而信太郎强而有力的话语 一点一点招开纯子心中的那道枪 没有必要迎合他人 向大家展现身为招和偶像的傲气吧 成功解开纯子的心结 并肩负起大前辈的责任 在团队练习不足的情况下 硬是用惊艳的歌唱功力 将演出拉回正轨 同时也收获了自己的老公 谁也爱 纯爱组合就此诞生 时间来到第二季 纯子因老公谁也爱进行单独活动 需担任起法兰秀秀的主力而感到不安 为了缓解不安的情绪 纯子以当年自弹自唱的成名曲来振奋自己 这边说个题外话 动画制作组为了强调纯子的唱功 任是把16比9的画面规格强行唱成4比3 但如果大家同时把画质也调成360 则会发现制作组的用心哦 话说回来 这时也带出纯子最弱势的问题 团体活动 在那个注重个人发展的昭和时代 纯子与他人共同出演的经验几乎是零 因此通常都是水也爱 在引着大家 以现代偶像的方向前进 可没有了水也爱的法兰秀秀 又剩下什么呢 随着星太阳的提点 纯子才发现 为了迎合现代偶像的风格 不知不觉中已经扼杀掉了自己 谁说偶像不能拿吉他 谁说偶像不能唱摇滚 谁说在偶像满天飞的现代 不能融入属于自己的昭和风格呢 沙丽宇认为 纯子的角色塑造得很好 曾经风靡世界的明星 获得重生的机会 可自己的风格 却已经不被现代人所接受 是该迎合他人 还是坚持自我 直到水也爱 可能离开自己的那一刻 纯子才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 也才发现 心中那个早已明确的答案 纯子角色塑造的成功 荷赖墨西这位神优也赞了一部分的功劳 出生于1995年的荷赖墨西 早在国中时就对动画和游戏感兴趣 在高中时期被朋友拉去参加活动后 并喜欢上配音员的工作 并以此为目标而努力 最后也成功以神优正式出道 虽然荷赖墨西成功出道 却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 连续三年一直出演路人角色 这对神优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压力 但就和纯子一样 雨过总会天晴 在2018年 成功接任到甘野纯子的角色后 才终于有机会让他证明自己 当纯子拿起麦克风 一开口 极具力量的歌喉震撼了所有的观众 平时柔弱的声线仿佛不存在般 以女王之姿降临在舞台上 用最霸气的声线征服所有人 至此之后 荷赖墨西也打开他的演艺事业 尽管不是主演 但演出邀约也大量增加 直到2020年 熊熊庸闯异世界的女主角 幽奈 才让她再次备受关注 幽奈的声线是偏向幽奈温柔的 看似和纯子类似 使者大不相同 有荷赖墨西组上的片尾曲 更是让大家惊叹不已 完全无法想象 幽奈和纯子的声约竟是同一人 如今2021的现在 左河偶像也迎来了第二季 很明显能感受得到 相比2018年 唱功有了明显的进步 在荷赖墨西温柔与霸气的声线切换下 不禁让沙丁于期待 她未来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动 就如同封面所说的 不管是哪种声线 听她唱歌 就是一种享受 最后希望透过这次的影片 让大家更认识纯子与荷赖墨西 不管是因为不会使用输入法打字 甚至需要依靠拔电源线来关机的可爱模样 或是在舞台上 带影团队以摇滚歌曲 来震撼观众点燃全场的女王之姿 这都是属于甘野纯子的魅力 也是属于荷赖墨西的完美演绎 影片也到此结束了 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 欢迎点击右下角的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没意外 下次影片会制作纯子的老公 谁也爱 就让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